為了迎接龍年的到來,29號中午,駐舊金山辦事處在華僑文教中心舉辦了一場春節聯歡大會 為了感謝僑胞一年來的支持與辛苦,處長江國強、主任呂元榮等人親自服務替大家夾菜 華僑文教中心的同仁們,也以賣力的舞師表演與大家同樂慶祝 而江國強在飯後也開始發放紅包給小朋友們以及年長的長者們 讓大家得到吉祥的祝福 同時,駐舊金山辦事處的同仁們也一同唱恭喜恭喜來慶祝這場春節聯歡大會 這場充滿祝福與喜悅的聯歡大會,相信將會為大家帶來一個美好的龍年 紅星衛視,球永全,Sonyville採訪報導